旧金山累计有接近500例 当局首次鼓励民众外出戴口罩或用围巾等遮住口和鼻子 警方也开始对违规营业的非必要厌恶商户发出告票 梁秋玉报道 截至今日 旧金山的确诊案例是497宗 比前一天增加47宗 其中67人留医 当中有30人在家户病房 死亡案例有7宗 市长布里德表示 目前医院病床仍然吃紧 为保障需要留医的病人有足够病床 一些轻症患者或需要隔离的人将转移至包括酒店在内的临时病房 我们的目标是服务公健康 和提供住宗教室的宗教室 给那些人没有医院医院 但被试过疫情状态 我们将不够能够解决于这种危险的家庭问题 布里德说 部分酒店房间只能优先提供给60岁或以上的无家可归长者 和有潜在疾病 而且已入住市府临时收容中心的人 让他们有足够空间隔离 另外 确诊的警察 消防及医护人员需要隔离 也可以使用这些酒店房间 疫情也令市府财政预算未来两年出现巨额裁斥 布里德表示 会尽最大能力帮助室内商业以及就业 包括发放1000万元救助小商业 至于疫情方面 市府卫生部门首度建议市民外出应戴口罩 或用布遮住口和鼻子 医生官员说 布面罩可以自制或用围巾 布巾等都可以做防护 而专业的医用及N95口罩则尽量留给医护和前线防疫人员 卫生官员也指出 旧金山的Laguna Honda医院目前有12例确诊 患者包括10名员工和2名医院病人 当局正与州府卫生部门以及CDC一起合作调查感染途径 在执行居家抗疫令方面 警方在24小时内查出6家违规开业的商户 并对其中一家发出告票 市长布里德表示 自从旧金山2月25号公布第一宗确诊案例 至今一个多月 虽然上升到近500例 但与纽约等疫情重灾区相比 旧金山的防控成效仍算不错 市府再度呼吁市民遵守居家抗疫令 不要到公园等公共场所聚集 到超市等地方购物也必须保持社交距离 26台记者梁秋玉采访报道 现在与每家各地都可收看旧金山湾区KDSF26台的精彩节目 旧金山湾区的观众可透过KDSF或电视收看 其他地方的观众可透过SBTVAPP或上网sbtv.ktsf.com收看